你 你想说杨树的事是吧 你也听说了 我不但听说了 我还跟我师父确认了 他们这是干什么 说是局里亲自点名借的人 那大树呢 那我回来就没看见他 我听到这消息 我就没看到他了 我下午还在微信群里 问杨树在哪儿 你们没有一个人回我 我哪知道你要干啥呀 我估计大V也是这么想的 他跟他师父出警呢 我估计也没顾上 咱可咋办呀 能怎么办呀 这也不是坏事 晚上回去 我们高高兴兴跟杨树 办宽松宴 我 那你在群里跟大伯说一声 让他出来就要早点回来吧 行 走吧 说走就走 大伟哥 怎么买这么多东西 这不是奉了 夏捷和赵纪伟的指令 我买些菜 晚上收火锅 给杨树健行 给杨树哥健行 他已经走了呀 走了 他下午回来 在屋里收拾了一会儿 然后拉着拉杆相跟我说 他要到局里 集中工作一段时间 来回跑不方便 我以为你们都知道 他就要到我家里 下节大围纪委 我先去局里了 先换宁行工作 我想提早适应 今天就不敢凝聚了 我会查回来的 这个杨树 不辞而别 真不好意思 我说他在群里 怎么一直见过我呢 他悄悄地走 也许就是要回避吧 还没有 你真心 我只有你 你未必 你不生 你不赶